我想今天是我们台湾最珍贵、最宝贵的一天 就是我们民主的投票日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果良带着女儿小爱一起来投票 由于投票日天气晴朗 市长也认为投票率应该不错 呼吁大家踊跃出来投票 用行动来支持台湾的民主发展 前年底带小爱来投票的时候 还是用抱着 那我以为那是这辈子唯一可以跟他一起投票 后来我发现他好像还没满七岁 早上算了一下 时间上好像还来得及 上次他也比较不了解 而且这一次我自己没有选举 心情上也比较轻松 所以就带小爱过来一起走走看看 也让他认识台湾的民主这样子 那我也希望如果有家长 这个孩子们这个年纪还够的时候 有时候带他出来走走看看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方式 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台湾的民主 也很珍贵 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长小孩子年纪还可以 带他出来投票看看 让他了解一下什么是投票 什么是选举 什么是被选举 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其实也蛮好的 基隆市选委会也在主任委员方定安的 率领下到投开票所视察各项措施 以确保投票过程的公正性 今天主要还是看看大家在这个整个的选务的工作 其实我们都安排就绪 来这边来关心一下大家 那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的很好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出门投下最神圣的一票 那我们基隆这个地方看到大家今天很多 刚刚在路上也有碰到一些回家赶箱投票的人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选务工作非常的顺利 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很好 那而且也并不热 也不是很冷 太阳出来以后更暖一点 所以鼓励大家 一定要出来 踊跃的投下最宝贵的一票 然后家里有六岁以下小孩的 不到七岁的 其实都可以带孩子出来 也给他们多认识多看一看 基隆市选委会也提醒民众 进入投开票所前 记得把手机电源关闭 确实遵守投票的规定 珍惜公民的投票权利 为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贡献心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